大家好,我是西遥,今天到这个黑龙江边这个一个核桃的口子哈,这个属于一个支流吧,支流口子哈, 然后这有个死坑,这个坑特别深,这坑不太大,但是里面有嘎啦,就是黑龙江江仙嘎啦,我们当地馆上叫嘎啦,这就是河棒的一种,是一种小型的那种河棒,尝尝的,不是那种大圆圆那种,咱们拿那个打个冰冻,打个大冰冻出来以后,拿那个焯锣嘛,捞捞看能不能捞上来的啊。 看这个冰已经跑多厚了,现在有30公分了吧,30多公分了,这个冰都有六七十公分厚吧,这个达不到一米可能,这个背份没动没那么厚,这大冰桃子。 好,这冰冻已经打开了啊,这边这个冰冻也打开了,咱们看看捞一捞看能不能捞着嘎啦,实在捞不着嘎啦就下个地龙,下个地龙应该能进嘎啦也。 这里边有嘎啦是肯定有的,就不知道能不能捞着。 有吗? 有,有,有吧,有,出嘎啦啦。 你看都在边儿呢,嘎啦还是在边儿呢。 这个位置就是说还不正,它那个,这边还要在哪里溜啊? 对对对,还得往边儿上应该,六十应该还得往边儿上我感觉,应该还得往边儿上。 看这里边能捞出嘎啦,摔下摔下的,大哥。 这里摔下的。 这里有没有啊?有,俩。 这里有两个啊? 这里有两个。 这里有两个,又捞出两个。 这嘎啦,这这种小嘎啦,我们这黑龙江里边都是这种小嘎啦。 红马河的有那种大嘎啦。 但这个小嘎啦比那个大嘎啦要好吃。 这个比那个鲜亮,那个大嘎啦比这个发柴,那个肉不硬。 这冰太厚了,不得一直捞出来啊。 冰有点太厚了。 哎呀,这下子好一个。 这下子好两三个,看这块是吧。 不好捞是吧。 下地龙吧。 下地龙吧,下地龙吧。 下地龙吧,捞捞吃费劲了呀。 冰太厚了,冰太厚了,不好捞啊。 这冰有点太厚了,不太好捞。 还下上地龙吧,把地龙下呢。 过两天地龙没日就进了。 好,开始往里穿绳了啊。 一个冰冻,一个冰冻,拿这个木杆,把这绳穿过去。 绳头刷破周承。 一个铁圈就是。 挂着把这个绳先送到底下去。 然后送那个冰窟窿再掏下,再捞。 捞。 到泥了。 行,扔底下去吧。 好,把身里边够去吧。 好,然后再顺这个冰窟窿捞那时啊。 看能不能捞着。 好。 哎,够了了。 动场了一下。 哎,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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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好,绳戴上来了。 然后再往下个窟窿再穿。 以此类推。 行,这个好捞一个。 这个劲。 怕带地龙那是大啊。 。 别划啊。 你不如站后边的。 你别站那么厉害。 过了。 我腿的上来了。 你看,挺好捞的。 挺好捞的。 好,可以拴地龙了。 马上可以拴地龙,下地龙。 我大哥,我正一大哥在那头方网。 他在那头方网,我在这头拽绳。 然后就网就过来了。 再拽绳。 就卡住了。 好,下了,下了。 。 我腿的。 好,这个地龙下完了。 我们地吧,这个地龙。 好了朋友们 今天咱们的视频就到这吧 我要回家了呀 咱们下期见朋友们 再见再见 拜拜 拜拜